当地时间10月12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 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 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 对苏林总书记 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 李强表示 今年8月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 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中方愿同越方更续传统友谊 密切高层交往 加强战略沟通 紧密团结协作 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不断走向深入 苏林请李强转达他对习近平总书记 国家主席的诚挚问候 苏林表示 越方始终将对华关系视为 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 深化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推进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越中命运共同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